取鸡脖中最肥美的第四第五节 制作一粒一二十单中的鸡颈丸 根据关节位置分离初四五节 并将骨肉进行分离 将颈骨放入烤箱烘干十二小时 这期间将颈肉进行碎块化处理 并进行调味 十二小时后将烘干的颈骨打碎 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前女友 后悔当时没放些调料 将骨泥搓制成丸 放置在颈肉当中 让颈肉包裹住颈骨 并在手心的呵护中盛碗 热油中炸至金黄 制作完成 洒入混合调料 OK 就让我们享用美味吧 比较之比较之 今天吃八十八颗瓜子 每颗瓜子高度控制在 二十四到二十六毫米 将瓜子的底部切去四分之一 选择这个位置是避免伤害到瓜子 包去坚硬的外壳 看看每颗瓜子人都是如此的饱满 像不像白胖胖的宝宝 接下来制作薯片 依照模具挖出花瓣形的薯片 看到这里 你是不是已经猜到结果了呢 猜到的评论区告诉我 白胖开始转圈圈 大功告成 女士们 先生们 请享用吧 比较之比较之